等风玻璃碎城 蜘蛛网状 山陀台风登陆高雄 13级强风把顶楼围剑铁皮吹落硬生生砸在停车场车辆上头 那可以看到记者后面许多铁皮跟铁架跟一些钢条 全砸在停车场停放的车辆上面 不少车辆被砸中 整个车窗都被砸毁 连车头也都凹陷 事发在高雄三明区三号下午不少车主听到爱车被砸 趁晚间风雨较小 到现场查看情况 今天下午三点的时候 原本在网路上在划一些灾情的消息的时候 就看到有人po了就是一个停车场 就是像现在这个状况的影片这样 然后就越看越眼熟 就觉得 这不是我自己停的停车场吗 然后就刚快跑下来看 那你们车有什么受损吗 没有 我的车刚好停在后面这一排靠中间的位置 然后我的车刚好都没有被铁皮刮到 幸好自己的爱车逃归一节 不过停车场内许多车辆就没这么幸运 被铁皮压得动弹不得 那你知道大概这些铁皮是从哪边吹过来的吗 应该是那个那边店面吧 可是旁边有店家 对对对 那边店面都都被扫掉了 眼看围见铁皮屋往爱车这一杂 不只挡风玻璃碎 车主的心恐怕也跟着碎 TVB 新闻众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